法院能做些什么? 本视频适用于希望Federal Circuit and Family Court of Australia Division 2审查签证相关决定的人士。 我认为我的签证申请复审过程中出现了法律错误。 那Federal Circuit and Family Court能做些什么呢? 如果您的签证被政府代表拒签或取消, 后向行政上诉庭的申诉失败, 并且您认为行政上诉庭犯了错误, 您可以决定向Federal Circuit and Family Court of Australia申请复审行政上诉庭的决定。 但前提是您认为行政上诉庭犯了法律错误。 向本院提出申请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通常为行政上诉庭裁决后的35天内。 您不能提供任何关于您是否符合签证资格的新证据。 本院不能复审您的整个案件。 本院不能向您发放签证。 本院只能考虑裁决中是否存在法律错误。 这意味着本院所能采取的行动是有限的。 那本法院能做些什么? 本院可以评估您的复审申请, 以判定行政上诉庭是否正确应用法律, 以及行政上诉庭是否遵循了正确的法律程序。 如果本院认定存在法律错误, 法官将命令行政上诉庭重新审理您的案件。 本法院不能做什么? Federal Circuit and Family Court of Australia 不能为您颁发签证。 您不能从本院获得签证。 要证明行政上诉庭是否犯有法律错误, 通常很复杂。 如果您认为上诉庭裁判官犯了法律错误, 您应该尽快寻求法律意见。 本院不能为您寻找律师, 但是您可以通过本法院网站 找到社区法律服务或法律援助的有用链接。 您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律师 并支付此服务的费用。 您也可以拨打1300-352-000 或通过本法院网站提交询问 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登记处的法院工作人员 可以帮助您获取表格或提交文件。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来帮助您理解, 您可以要求口译服务。 您无需支付口译费用。 但是法院工作人员不能给您提供法律意见。 请务必注意,除了向法院提交文件时 以及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支付的费用外, 您的案件可能还会产生相关的法律费用。 请注意,如果您撤回复审申请或者复审失败, 您可能会被要求支付移民部长的部分或全部法律费用, 以及您自己的法律费用。 金额可高达数千澳元。 未付的法律费用将构成您欠向澳大利亚政府的债务。 您应该寻求法律建议, 了解您所欠澳大利亚政府的债务 对未来的签证申请可能产生的影响。 请务必观看 视频2 法院将如何处理我的签证案件, 以便更好地了解本法院程序, 即视频3 出庭须知 您可以在本法院网站上找到有关法院程序的更多信息, 包括费用、成本、弃权和豁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